所以這是俄羅斯人的分析 俄羅斯人實際上是美國人故意讓烏克蘭變成一個農邦 永遠在這發農 重在這個惡化 這個地方惡化才能夠讓美國人在這個地方保持優勢 能控制整個歐洲 但是俄羅斯人說 我們不怕 我們不怕 我說那你看這個巴斯人問題在以色列邊已經一開始一建國就存在了 已經存在了70多年了 他說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 那意思是說你這烏克蘭你要想炮吧 70多年我們老得去 一旦這條地魯的這個港建好了以後 公路或什麼就可以全部打通了 從巴西的產品 甚至委內人亞的產品 什麼這樣的產品都可以通過這個港 然後直達中國 剛剛我們談到歐洲的情況 剛剛我們看到歐洲落後的這種必然性 和中國之間的這個這些差距的拉大 再看到這次的秘魯的事情 中南美跟中國之間的一帶一路的拉近的關係 如果有一天中南美進步超過歐洲 也不是不可能吧 我覺得我個人對歐洲啊 金老師我沒去過歐洲 我沒去過歐洲 然後我對歐洲基本上有一種嚮往 我對歐洲的文化這些東西 對 所以我對歐洲的印象一直是不錯的 我總希望他能夠做得好 做得好的話 對中國不是也有幫助嗎 大家做個生意嘛 對不對 很好嘛 其實我們的文化交流就是跟歐洲開始了嘛 我們最主要的 跟西方的文化交流 都是跟歐洲交流的多嘛 所以原來也是 原來我們做在中國的民眾中間 做過調查 就民意調查 比如說問中國人 你覺得這個世界上 就是你最親近的是什麼人 歐洲人 美國人 日本人 什麼 就是全世界的這種人的親近感調查 中國人親近感最多的就是歐洲 他不最喜歡歐洲 然後這樣的話 歐洲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有一個趨勢是這種比較右傾的人 他們對這種 比如說地區一體化建設 這種超國家的這種權力的轉移 他們不感興趣 所以歐洲一體化未來 可能會遇到更大的困難 對 但是因為這個對中國來說 應該損害不是那麼大 我們已經習慣了 我們已經連續打了八年的貿易戰了 對 所以對中國企業來說 再加一點關稅 它會有想出更多的其他的辦法 而且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最大的 就是世界經濟的結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一點很重要 我也想到 世界經濟的結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也就是中國不必要永遠掉在美國市場這棵樹上 這是川普2.0的貿易的取向 他的手段來講 對美國造成的傷害會比中國來得多 來得大 對 另外還有這個胡聲說 希望能夠解除北約啦 另外還有就歐盟建軍啦 這些思維你覺得 這個事情一直有一直有 而且在歐洲歷史上 曾經它比這個經濟共同體還早 最開始的時候戰後 歐洲就是想從防務開始 因為它是之前是二戰打成一團嘛 各個國家打成一團 所以他們當年想過 我們現在搞一個歐洲防務共同體 我們搞一個防務聯盟 我們把國家軍隊都打散 都捆在一起 搞成一個統一的軍隊 這樣的話不就不可能打仗了嗎 軍人都在一起 互相都摻在一塊兒 他們想過 但是後來都失敗了 沒有 去搞這個事情都沒成功 所以都失敗了 然後最近一段就是馬克隆第一任的時候 馬克隆和默克爾當年兩個人想 又重新振興這個歐洲防務共同體 最開始是他們在搞起來 但是這個防務共同體 其實之前法德還搞了一些混合旅 法德之間是有共同的這種軍隊 就是法德旅 就是軍人和軍官都是 攢渣放在一起的 但是也沒什麼用 這個旅好像甚至在南薩夫的內戰中間 都沒起到這個違和的縮影 所以雖然成立了這些機構 但是從來沒用了吧 然後呢 後來就是要這個法德在這個馬克隆和默克爾時期 存在 他們那個還算關係非常好的時期了 所以馬克隆和默克爾當年又重新提出了要建防務共同體 當時搞防務共同體一個簡單的目的 就是要把歐洲的軍火市場控制在自己的手裡 所以他們倆制定了很多歐洲就是想法吧 就是說要把這個歐洲的軍火重新弄起來 要把軍火工業弄起來呢 一方面可以幫助歐洲的再工業化 另一方面可以讓這些國家再工一下國中間 垂水不流外人田嘛 因為到現在為止 北約這個機構就變成了一個 把歐洲變成了一個美國軍火市場 它通過北約這種組織讓這個歐洲國家 尤其歐洲這些小國家 根本沒有這個工業製造能力嘛 它這個軍火都是買美國的 然後為什麼美國政府每次都要他們擴大這個軍費預算 要擴大軍費預算的就是說要買更多的美國武器嘛 就是擴大美國的軍火市場 然後當時這個法德領導人就想 那我們搞一個我們歐盟內部的防務共同體 搞了這個防務共同體呢 我們建立我們自己的標準 建立我們自己的這個指揮系統 建立這個 這個就是 然後我們再搞一個分工 使得我們 因為他們這兩國是歐洲最大的工業國嘛 所以也是最大的這個武器製造國嘛 就是比如說德國這次烏克蘭戰爭就看見了 就是它的地面武器它還有什麼鮑爾坦克呀什麼 還有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這個法國是有保護航天航空 在內的這些這些這些領域 然後當年就是他們兩個想分工 德國就管地面的這些裝備 法國管那些所謂尖端的航天航空啊 這方面的這個武器 然後兩個人瓜分市場 結果這個事兒現在完全不行了 這套努力被這個烏克蘭戰爭給破壞了 是啊 是啊 因為現在他們來不及去佈局了 就真正的有條不紊的 去把這個這個歐洲防護共同體能夠推動 然後各個國家其實對這個防護共同體這個計劃吧 都各有打算 比如你怎麼去讓這個波羅的海國家相信 我可以做這個事兒啊 法德是不是可靠啊 能夠能保護他們啊 而且法德的武器是不是能夠替代美國武器啊 這些他們都不太信 所以就波羅的海國家這些國家 他們不會就是那麼全心全意的支持法德的這個 歐洲防護共同體的 而是提到的俄烏戰爭啊 這個川普上來之後啊 這個情況又是故事十分明朗 您覺得這個俄烏戰爭終究會如何的 如何的結束或者如何的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最近這兩天還看著網上很奇怪的表現了 比如說澤林斯基就說這個這個這個 即使川普讓我們停下來 我們也不必停下來 說我們是主強國家 烏克蘭是個主強國家 我們不能聽美國 結果在這個話說完以後 就被馬斯克給嘲笑一番 馬斯克不是現在跟特朗普走得很近嗎 然後馬斯克就大大的嘲笑了一番 澤林斯基說你自覺的你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嗎 所以說你覺得你可以這個獨立自主的決定 你是不是打 你現在就是從這個角度講 這個烏克蘭如果沒有了外源 他一分鐘都搞不定了 是啊 因為他自己的所有的這個這個生產全部癱瘓了 對 他沒有這個武器製造能力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怎麼這個仗怎麼打 就是如果西方人不給他輸血 不給他不斷提供這種武器彈藥的話 從美國開始 他根本不可能打下去了 他因為他原來的這些裝備設備完 已經完全被俄羅斯給摧毀掉了 他已經沒有能力再生產了 所以你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再去奢談什麼這個我是獨立的國家 因此我要是我要獨立的做決定 我這個戰爭是繼續打下去還是不繼續打下去 這都是這種大話說說而已 這確實是已經完全沒有能力了 如果特朗普真是要放棄了 說那我就不給你了 不給你一個武器了 那就可能這個事就弄不下去了 那你就只能選擇這個談判了 對 就是一種這個談判還是一種城下之盟的那種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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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幾條消息啊 我今天下午看了一條消息 是俄國那邊的RT發出來的 說這個 Dilinsky 他現在國內的呈現的一些狀況 就是說的輕一點就政治政權會不穩 說的嚴重一點就是有人想推翻他 對 然後我的想法就是說 Dilinsky這個人 當然他是被美國扶持上去的 顏色革命上去的 但是他能夠在 烏克蘭整個戰爭的幾年之中 能夠控制住這個局面 不讓他亂 這也是很不簡單的事兒 他沒有什麼政治資本的 對 對不對 然後他可能靠的就是美國的力量吧 不是嗎 對 對 對 而主要是現在 現在這個烏克蘭的形勢如此之亂 可能也沒有誰敢來替代他 即使你把他拿下去了 誰能來收拾這個局面啊 這個爛攤子什麼 對這個爛攤子 誰都可能沒有人願意去 這個點很重要 來承擔這個責任 實在不知道怎麼辦下去 也沒什麼好處 對呀 就跟這個 所以他才能 他才能 他才能 能夠生存下來 對 因為俄國那邊呢 早就說了 我根本不願意跟這個聯絡打交 因為你已經不是合法的總統 你的總統任期已經過了 對不對 我不選擇你這個 沒選舉也沒什麼 對 然後這個 俄國最近最新的 我說看到的 條件是無條件投降 這個 這個就有點 有點厲害了 對呀 對不對 那就說明俄羅斯根本不想停下來了 對 對 而且 可能也沒有必要停了 他現在如果真的勝算在手的話 這完全是看他跟美國之間的怎麼樣的達到交易了 對不對 這個事情還是不是那麼明朗 對 美國人其實這個 特朗普他們 其實跟當年基辛格他們說的法一樣 你只能割地求和 對 對 所以俄國最近的消息 當然我沒辦法證實這個消息的正確性了 至少網上看著俄國最近發出來的消息 就是我們要五條件投降了 我們只接受五條件投降 這可能是他漫天開架的一種方式了 對 這個態度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他已經到了這一步了 對不對 所以他不怕 我也聽 最近聽說一個俄國人在說這個事 俄國人說 他們想把烏克蘭變成一個巴勒斯坦 就是一個農包嘛 就找到這不斷 對 就為了在歐洲之間製造了點矛盾 然後呢這樣的話美國才可以控制歐洲嘛 所以那個就是這是俄羅斯人的分析 俄羅斯人就是實際上是美國人故意讓烏克蘭變成一個農包 永遠在這發農 中在這惡化 這個地方惡化才能夠讓美國人在這個地方保持優勢 還控制整個歐洲 但是俄羅斯人說我們不怕 我們不怕 他說那你看這個巴勒斯坦問題在以色列邊上已經 等於一開始一見過就存在了 但是已經存在了70多年了 他說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 那意思就是說 你這烏克蘭你要想炮吧 就馬上炮吧 70多年我們逃得起 我想這個節目最後一點時間要把話題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節目之前我也跟你請教 就關於這個中國和秘魯之間的關係 最近這個大消息就是這個大港口叫前凱港 是吧 營運開始運作 對對對就是不是開始投資吧 是這樣的 因為中國和秘魯一起做了一個等於合資公司 這個合資公司中國佔了大頭 中國來幫助它重建那個港 來把它恢復成 把整個的港口和它整個的秘魯經濟和南美的經濟 全都綁定在一起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工程 不光是一個港口 一個港口卻是像當年那個比列斯港 就是希臘那一樣 中國的承包然後把它救活了 甚至把它的經濟都救活了 那這個也是大概 也是要把這個地方整個南美的經濟都打通 所以它不只是一個港口的事情 還是整個腹地跟運輸線的事情 對 因為它的 現在如果這個 通過這個港口 將來就把中國和整個的這個南美 甚至整個的這個 對 南美都打通了 南美過去有很多很多國家是 比如說南美的東邊那邊那些國家 甚至巴西一些國家 他們很難 很 這個船如果要整個 繞到南邊來的話 是很麻煩的 所以很多船是要往上走 走到巴拿馬英國再走過來的 然後巴拿馬英國